以生命礼儀事业起家的五户集团 旗下子公司龙海生活事业被爆出卷入不法吸睛 那检调查出龙海公司以陈秋白为首 会从保险业界挖角人才来当公司各单位的重要干部 对外大量销售契约 那只要招揽客户就可以获得不同名目的奖金 赚取优渥的佣金差额 而集团对外呢也会举办一些公益活动 那陈秋白他也会参与其中 那没有想到如今被爆出卷入吸睛案 重挫公司的形象 五户集团对外举办公益活动形象正面 集团总裁陈秋白也常参与其中 我希望大家发挥一点爱心 只有乐娟 在能力范围里面不强求 然而如今旗下子公司龙海生活事业 卷入非法吸睛 陈秋白遭到判刑后 公司似乎持续进行不法行为 有人来搜索对不对 做得很多吧 大概都九点多吧 简刀查出龙海公司以陈秋白为首 在全台设置多个营业部 会从保险业界挖角人才 来担任各单位的重要干部 对外销售契约 只要招揽客户就可获得不同名目的奖金 来赚取优渥的用金差额吸引不少蔡兰族来投资 而集团到底是做什么 翻开官网的介绍 写着五户集团成立于一九九七年 以生命礼仪事业起家 延伸到长期照护及医疗 而这次卷入不法吸睛案的龙海公司 官网上更是大力推销消费型契约的好处 然而如今却被检调查出 公司涉嫌利用契约商品非法吸睛 女力总裁过去建立了良好形象 恐怕也因此大受打击 华世新闻众佬佬 嗨 我是庄宇杰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 赶快订阅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